金山高中为喜爱排球的孩子们成立了校队 然而这支校队今年参加高中校季比赛 则不负众望拿下了好成绩 而且他们将代表新北市去跨县市比赛 不过从组队到成军的这个期间 究竟是什么样的关键让排球队拿下胜利的夹击 以下的报道带你一块来揭秘 以往对于校务以及课程内容 在国高中阶段 学生们可能负责学习 对于决策孩子们可能较少参与 不过今年在学生的期盼之下 金山高中为喜爱排球运动的孩子成立了排球校队 而学生们参与今年的高中校季比赛 也不负众望拿下好成绩 还可以代表新北市去跨县市比赛 我们就学校就看我们就是人数都够 然后又有潜力这方面 所以还就帮我们成立排球队了 所以一开始成立排球队是你们自己成立的吗 算算是因为还有教练那些他都学校 几年来都没有排球队 对都没有排球队 所以他就想说这次机会大家都有 大家都想要人数够 对然后就就那个成立了 是因为我们都是从国中就开始打 然后大家都很热爱排球 然后就因为国中就打到高中 然后高中因为人很多 然后就可以想说可以成立校队 然后就空隆老师就帮我们 他就让我们可以顺利的成立校队 感觉很开心啊 因为第一次成立 然后而且我们刚开始就有一个目标 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金山高中有排球队 然后吸引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打排球 在国中阶段这群孩子培养出运动的兴趣 尤其是对排球特别喜爱 向了高中很期待能够再多学一些 因此也向师长提出想要组队的需求 没想到体育运动组就尽其所能的满足学生的期待 而体育运动组长也表示 其实孩子们自发的想学才学得快 而对于孩子们比赛得名利供 组长也说就是要运动风气的推广 学生热爱运动比得到奖牌奖杯都还要重要 因为之前上体育课的时候 就一年级上体育课的时候 发觉学生在这方面有意愿 也有一点潜力 那我就把它组织起来 那今年刚好接任行政就顺水推舟 成立了学校的排球队 那学生有让你失望吗 表现很好啊 都是学生自己的努力 我们只是推一把而已 那这群孩子是我们从国中部上来的学生 他们从国中就开始热爱这样一项活动 那这样的活动也 这样的一个运动项目 也让福音的国教署 应该都是体育署 体育署他们所推广的 让孩子有一项的运动能力 培养一种休闲活动的一个专场 那其实我们的重点 不是在强调说 让孩子成为顶尖的运动竞技选手 而是让他培养兴趣 成为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角色 这样子 经济高中期待 透过由学生提出课程需求 实行发展 给予学生们想要或是有兴趣的教学内容 借此培养孩子的多元智能学习兴趣 更加在求学阶段 也不会因为校园位处偏向而感到资源频发 期待孩子们都能够发展自我的兴趣 择其所爱也爱其所选 记得拉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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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